獵人的星劍有種微妙的感覺 確實是快攻貼合獵人沒錯 但是好像都繞開了一些重點 這張本體222打2就中規中矩 傷害不是隨機分配很可惜會噴歪 目前獵人有死神卡可以配合只是不多 未來有機會養一個超大星劍 召喚出來噴兩下就死人 這我給三星 我想大家除了準備大姐以外 也需要沉默 牧師玩家狂喜 獵人的星彈強度很不錯喔 以前的2廢彈只有44和34沒有打臉的效果 這個攻擊最低生命值一開始DH的職業特色才對吧 這張最可惜的地方還是沒有種族 但也足以讓我給他4星 獵人的一張主劍也是快攻 這個效果確實是獵人的沒錯 以前的一個暴龍 不過他的攻擊力未免太低 甚至不如潛行蜘蛛 六血真的尷尬 遇到體質標準一點的比如44或55 撞沒兩下自己就死了 重點是他的攻擊力還不高 疊星劍的攻擊力效益不好2星 獵人自己正在打造星劍的卡 不能打臉這點在獵人這裡大扣分 不過確實兩邊打3超強 可以分一張給牧師嗎? 雖然本身2廢 但是獵人自己的組件最低也要2 所以其實T3左右才能打 加上組件的數量真的不多也沒有只抽 沒有想像中方便 而且只能給控制三星 有點可惜 對了你知道為什麼會看到一堆簡體字 而且官網看不到的卡牌嗎? 這些全部都是這次資料片的卡沒錯 只不過在中國被全部洩漏出來 所以目前還找不到英文版 甚至繁體中文版的卡片 真正要等到卡片公布還需要看官網所寫的時間 這個資料片真正的上市日期依然是11月6號 如果有興趣預購的還有很長的時間 我記得現在的預購只要上市前都能買 不會像以前一樣忘記很尷尬 哇獵人的傳說超強欸 以後獵人控制都玩得比牧師好 欸不過牧師快攻也比獵人強很久了 有些人可能覺得獵人都是快攻不需要這種充率 但正是因為獵人的英雄能力太適合快攻 才導致他很多控制玩不起來 這也是為什麼當牧師有機會把英雄能力換成進攻取向後會這麼爽 因為牧師英雄能力太控制了 而且這張所更改的追蹤還是伊費 對於OTK或是控制都好用 本身種族也優秀 中力可是有只抽德萊妮 這是我給六星 這次很想要的其中一張傳說 看來是設計來配合新傳說的 根據回合是否發現來增加強度 真的不是這麼穩定 而且法術爆發只能觸發一次 這讓我想到以前戰士的一張卡 很容易不小心就觸發了 而且免疫這種東西也會讓人更傾向去解場 如果是343打快攻就很香 這張如果沒有英雄能力穩定的效果 還是太爛二星 笑話兩個嘲諷最初武費附帶降費效果 好像似曾相似 老實說25野獸真的比15好很多啦 而且消耗是永久降低穩定度很高 就是說目前獵人職業發現數量實在不高 我很懷疑是否能夠成功配合 這張相比起其他好用的發現卡 需要的發現數量也更多 某範圍來看甚至超過武器 所以我的分數不會給到太高只有三星 效果很容易被優化出卡組 作為一張純粹的功能卡 這張其實還不錯 想當然它不是Efe打出搶節奏的 而是打OTK或是COMBO卡組 可以利用這張複製一些好用的接場之類的 或是更快湊齊組件 正點是本身Efe靈活 降低了打出這張之後沒有水晶發現的概率 甚至有機會一回合找兩張 是很不錯的補資源方式四星 喔不過它是德萊尼 可能會卡到一張標準的直抽 新的優質發現 以前類似的卡其實不少 再加上這張固定發現消耗5以上 其實相當穩定 目前標準的優質大野獸很多 提前兩回合打四費木克拉想想都可怕的四星 普世無華 所以說官方好像只會硬這種休眠的大屁股 卡在場上動彈不得 甚至還要吃自己的怪來提早 這不是給推面機會嗎? 這張卡特別適合針對那種缺大解的控制 那就是DK會比較慘 就連法師都可以用凍結疊甲 把怪集中在一隻根本不划算 重點是他只會吃右邊的手下 所以召喚出來的都吃 你可能想說給他吃蛋 確實很爽沒錯 但是蛋生出來的怪也會被吃啊 超級尷尬的 而且已經把我們算過了 這張最快也是五費出場 早就進到吃硬結的範圍 好歹也來個嘲諷或衝刺吧二星 特定職業可能會不好出力 待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